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这部电影本来就是 民主进步党 民进党为了歌功众德 显示自己很厉害 当然 结果 就大糟了 本来想着 抽水 说自己 我管制到的台湾多厉害 结果 被这部电影反逝 这部电影就是大马sir之前推荐过 我没有推荐了 我告诉你有这部电影 我没有推荐这部电影就是 Rave Makers 人选之人 造浪者 这部电影太誇張了 说得太厉害了 他们当时的六媒就说 全亚洲 只有我们台湾拍得出 选举女子图鑑 因为 他们就说因为我们 是最注重女权的结果 五月中港这部电影说得这么大 因为他就是 绿营的外 民进党的质疑很多就是 一些 压力团体就很支持这些东西 那你糟糕了 你说得这么大吗 结果就是这出戏 人选之人造浪者 反而是反逝了民主进步党 现在他学域他真是出名 很厉害 卫报 CNN BBC有报 不过全部都是负面 玩东西 人选之人你说得这么大 这出东西 更加 CNN 昨天CNN就说 你这个 台版 Metro时 运动 继续有 CNN就说Netflix这出戏 人选之人 就掀起了这场运动 各界 不断爆出这些事件 随着 两岸关系这么紧张 这件事情 恐怕 就令到 总统 人选好 人选可能 有些 波动 之前 赖清 我觉得最后赖清 赖清 在台湾地区 如果住 我们很多朋友在台湾地区 就知道赖清 也是很厉害的人 会不会叫小英吃光 他肯不肯 你叫还叫 但是之前赖清 他说 有记者 不知是否特地问他 他自己说 虽然这些事情 是在 赖清英总统 出来比较多 但是我们整个党来 所以 我也有责任 其实提醒人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是他 他说到这么大之前 我们很注意女权 只有我们 才可以 他说到 全亚洲只有台湾 拍得出 选举女子逃嫁 你拍而已 虚扣东西 谁都拍得出 拍而已 他们绿媒说 荒眼整个亚洲 亦只有台湾创作者 将改变女性处境 他一说这句话 想着是歌功做得 因为我民主进步当执政 所以 女性地位改变 结果就 爆了这么多事件 你说是不是 越是你要造势 说得这么大 结果你就被这出事反势 我们写光说 你说这么大好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 可能是最大事的 现在 当然了 戏中 现在有些人说 有些学者说 当时就想着靠这部戏 说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也有人说 戏如人生 其实这部戏就反映了我们 的执政党很 注重这个平权 结果 就糟糕了 戏中 就是这个 有一位叫做 人士因为女子挺身而出 队主角 就是雍民坊 很明显就是正义的发生 其实你知道 民主进步 经常说 什么争议做人事 记得吗 土地 正义转型 居住正义转型 还有很多很多正义转型 假扮得一身正气 现实生活当中 亦有学者问你 为什么民主进步党 找不到一个 雍民坊的人出来 真的又被你压低了 或者这种人根本不存在 在他们当中 CNN 不是我说的 连CNN 吹到这么大 弄得 好像很大祸 实际上是 CNN 他就说 这次台湾的这场运动 是直卷全台 当日之前 这个运动 全球都有 五年之后 大家都 以平权为荣 民主自由的台湾 却是被人成为媒体关注对象 当然关注是负面 5月下旬以来 这起 有 人选之人 造浪者引发的后续效应 CNN 是严重地 重创民主进步党 因为 主要涉及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也是来自 民主进度党 比较多 以及执政党 对 执政党 其中 这出戏的台湾 他们之前有些录影的人才说 我们不要 就这样相信 要追究到底 更加 他们对马英教的追究到底 更加是 是最核心的一句 这些事件 这个风暴不断延续 这个 戏的创作者 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影响 每天都目睹着巨浪 CNN 引述 这个人我经常引述他说的几个东西 因为他很偏帮台湾 就是 澳洲国立大学 台湾政治及两岸 两岸关系专家 宋文笛 他就说 自从4月下旬播出以来 这个剧集 不是叫剧集的 是叫影集的 台湾 就说 讨论 被 干扰 骚扰的 问题 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 就是他们可以围绕这个点 团结 和結集一些支持 和加强自己的力量 报道当中 CNN 说 其实这些震撼 这些指控 是陷动了执政党 民进党 令他们高层辞职 就连 蔡英文也要公开道歉 而反对党国民党也受到冲击 并且誓言要调查其中一名 民意代表的指控 但是只是一名 而且你不是执政党 是的 执政党麻烦很多 执政党麻烦很多 因为你说到 是你 你打算通过这部剧 就说到我们很厉害 你不敢拍这些 全亚洲 你记住他说 全亚洲只有我们拍得出 但是全亚洲好像只有你 现在最麻烦的这些事情 当然我不敢说其他国家没有 当然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是中国部分 但是 现在貌似CNN、卫报、BBC 都是看着你 因为 会令到今次选情是有变化的 当然 这场风暴就从政治权力 中心蔓延到国家 越来越多 的指控是学术界 体育界 文化界 甚至 流亡在台湾的一位 民运人士 咦 难道是阿丹爷 不是 他 他 就是 他大件事是什么呢 他 这位人兴可能未听过的背领 背领 背领 原来 他 就被台湾的 片剧家 就叫做 简利荣 那就是 说 你知道简利荣是什么人吗 就是 人选之人的那个 他就说 他就说 阿哥 就说他 在 6月2号时在Facebook发长文就说大学时候 遭到来自 这个 叫做民运 流亡 私人 就说 这个背领 真名叫 王背领 他就说 就被他骚扰过 并且 有不少同样是遭到这位 私人 叫做 做同一样事的人 在他们Facebook公开一直都说出来 背领说 这些东西全部倒赞 大家不要信 不要信 并且 就说 将他 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 或者没有发生的事 三案八做在我身上 对不起 后来 背领 就在媒体上说 陆续收到 被背领 做过不好事的人 是私信 现在已经起码五个人 之后就应该会有行动 当然 现在 有时间搞 我只能说有时间搞 你就想着 通过出气 就说自己 我 说到自己 你说到这么大吗 现在对你反势更大 背领 他有学王丹说 会追究 这个 法律的 权利 即是保留 你说我 将来你不要怪我追究 其实说真的 说这些东西 现在我都是 看了事态发展的 因为 之前那些人经常都说 是什么追 保留什么权利 你看吴亦凡 都这么说过 当然我不是说背领 是和吴亦凡一样 但是 如果 是真的 我相信 最好就提高 是吗 要 另外 一些民主 进步党 民进党的支持者 就批评 就说 喂 你们这些呀 喂 真是太过分 批评受害人士 偽及到党的选举 哇 因为他有很多是党内的人 但是 蔡英文 他这次正好 他呼吁 不要怪责那些人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其实他正好 如果他掩住 我跟你说 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事实上我们来看数据 在台湾地区的所谓议会引号 女性的比例 是 42% 是高过亚洲21% 亦高过北美37% 当然 你说他是不是 事实上 是否最高 但是 高是否代表真是尊重 可能是表面 但是专家就说 在台湾地区职场上 这些多手多脚的事件 很普遍 那些决定寻求正义的人 他们 是恐怕 在整个 程序当中 被人刁难 被人歧视 甚至是被人炒友 当然 对于 这个 剧集共同的编剧 彭惠雄 即是艳世基 对于他来说 这个运动的时刻 还未完全到来 他相信 这是第一步 并且就说社会 对于这些 受害人士的支持相当缺乏 作为共同编剧的 简利永也认为 这些事情不应该 仅限于 进步派的圈子 或者组织 只有当它发生在整个社会 包括更保守圈子 并且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才真真正正是公义 当然 现在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是 刚刚我都看了记者会 知道谁叫 朱雪恒 又听过 杰杰胜 这个叫做 是台湾地区一位 时事评论员 他刚刚 杜左协 因为他又是对一名 叫做国民党的 一位 叫做 是市的民意代表 是多手多脚 还有台湾地区这个社会 说就说就公平 但是你没发觉 给人感觉很多 那些男子貌似 有些都挺大男人 所以 现在 朱雪恒 之后就向 国民党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钟沛君刚刚道歉 我做节目时 刚刚道歉 之后钟沛君开了记者会 就说自己 在整理心情才可以恢复工作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涉及的界别是多的 当然有 政界 这个不用说了 政界 还有 教育界 学术界 文艺界 连社运友也有 其实 社运友是什么 就是指前政治工作者 李 元君先生 对于黄丹的指控 你记住黄丹说你会回台湾面对你不要不回来 六四完了很久 还有一位 就是吴乃德 吴乃德 也是乃功的弟弟 是这个吴乃仁 吴乃仁就是这个 民主进步党 现在的 标志性人物 吴乃德 其实他不算出名 他的儿子就很出名 就是时候英语 吴乙龙 很英俊 吴乙龙就代他老爸道歉 为什么老爸不出来说 要当事人的 没得缩 当然吴乃仁 因为他是小英男孩 因为小英的马 他肯定要出来说话 因为小英也道歉 是吧 乃功 吴乃德的大佬 吴乃仁就是 最出名的民主进步党当中 是这个民主进步党当权派新潮流系的大佬 其实就跟 优义仁和林族水 林族水就是台独理论大师 以及 红旗昌是齐鸣 并称为新潮流四大天王 不是唱歌 乃功是很有 地位的 在民主进步党里面 吴乙龙 其实我又觉得很搞笑 代他老爸道歉 是不是应该 他自己都需要 站出来 当然 他 两天前就代他老爸道歉 他老爸说他老实 他老爸已经失去了社会信任 不过说真的 他老爸又不会出来选 因为 你知道 台湾地区 有些地方很守舊 你老爸这样 是不是你也是这样 他们会这样问 吴乃德 吴乙龙 小英男孩说 我和家人此刻很痛心 没办法用文字来表达 做错这件事 只有再次道歉 你初以为他做错 其实是他老爸 他说 我想对受伤的人说 对不起 希望再次的道歉 能够弥补造成的伤害 当然不行 所有发生的事 我们都以应该引以为界 我们的父亲 永远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永远陪伴他 一起努力以更谦卑 更同理心 来面对每一个人 最初以为他做错事 不是他老爸 一般来说是他老爸的儿子 道歉 对 好 希望以后拍的电影 当然出电影是否好看 有些也挺好看 有些杂数也挺好看 你太夸张了 你用的背景音乐太澎湃了 看完很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